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如何不花钱来改善大灯的照明效果 每一组大灯呢都是可以透过手动调整的方式来微调它的照射方向和角度的 以这台Elantra为列呢我们要先找到它静灯的位置 车内开启大灯后从前面观察可以轻松的找到静灯灯完 然后我们到灯具后面观察可以看到这一个调整齿轮 一般呢灯具有两到四个调整齿轮 分别对照静灯高低左右和远灯的高低左右 现在呢我们需要找一个比较长的十字螺丝刀 插进这个齿轮转动 就会发现大灯的照射角度在发生轻微的变化 我们调整大灯时呢不要一开始就对着墙面来做调整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暗的停车场 开启汽车进光灯 找一块布将另外一边的大灯遮盖住 螺丝刀插入对应的调整齿轮内 慢慢转动就可以看到大灯的照射角度在改变 像这台车子呢原厂是鲁素大灯 亮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建议调整到大概30公尺的距离 再将宽度往外拉一点点 增加一些照明范围 我们现在呢调整好了 可以看到效果比原本好很多 每一台的照射距离都需要根据大灯本身的亮度来做决定 如果你也想透过调光来改善大灯的照明效果 又没有时间自己动手的话 欢迎你来我们郁建光的脸书粉丝专页预约调光服务 车灯问题找郁建光